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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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颇估计第一季的本地生产总值 会有较显著的改善 菲律宾的航班被禁止来香港 到下个月初 罗智光说估计有五百多个飞扬 因为这样未能够暗时来香港 印度新增病例连续多日破纪录 医疗系统频道崩溃 美英等国承诺向印度伸出援手 各位,政务市市长张建宗说 政府会陆续为打了疫苗的市民提供便利措施 而财政市市长陈茂波就估计 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会有比较显著的改善 财政市市长陈茂波在网至 说在多个主要经济体的大规模财政 和货币政策措施支持之下 环球经济见到有明显气息 内地首季经济增速加快 本港亦都在外围好转带动之下 出口连续四个月回复增长 相信改善势头可以持续 而疫情售空时候 零售和食肆市道气氛都会有明显改善 按形势评估,加上低基数效应 他说本港首季本地生产总值 经历了六季负增长之后 应该会有较显著改善 不过陈茂波认为 虽然失业率在17年高位回落 但还有26万人失业 和近15万人开工不忠 这40万打工仔的痛感还是强烈 他说不少分析指出 接种疫苗已经成为抗疫工作的关键一环 只有大比例市民接种疫苗 才能够更好管控病毒造成的影响 较容易进一步放宽社交距离限制 市民生活出行恢复正常 和跨境相对往返唱顺 经济才能够在最短时间内有最快速改善 政务市市长张建宗也在网至 说本港整体经济近期有改善 但部分行业的经营环境还是困难 说雇主和雇员坐在同一条船 呼吁大家齐打疫苗 说政府会陆续为接种疫苗的市民 提供便利措施 包括医院和院舍探访 和亲友在食肆聚餐和旅游气泡等等 无线电视机者 邓文豪报道 消息说本港新增大概6宗新冠确诊 没有源头不明个案 而政府说因应疫情 禁止菲律宾所有航班来香港 去到下个月初 估计有超过540个菲律宾的容工 未能安置来到香港 日前一个检疫后到雇主家中工作的 菲律宾女容确诊 并验出大有变种病毒 不少外容放假都外出 变种病毒流入社区 他们会否因为这样而减少和同乡聚会 政府这个月20日开始实施新的航班熔断机制 禁止印度、巴基斯坦和菲律宾所有民航客机来港14天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智光在马尼拉封城前估算大概有840人 封城之后应该是546人受影响 并不是业界所指大概1,800人 他说疫情和相关措施令到新来港外容减少 人数由高峰期40万人 下降至大概37万人 肯定会对香港雇主和家庭造成困扰 重新政府已经延长新聘外容签证有效期 容许雇主延长现任外容合约3个月 雇主也可以向检疫酒店商讨退款 减轻雇主负担 无线电视记者杨佩思报道 政府研究是否立法强制举报若疑个案 有儿童事务委员会委员认为 更加重要的是举报之后如何有效跟障 又批评当局相关的政策做得慢 五岁女同被虐待致死案 爸爸和继母无杀罪成 事件引起社会关注 法国会正研究设没有保护罪 包括立法强制举报若疑个案 与业务委员会委员雷章神佳 在本台节目讲清讲出话 涵态对象应该先包括老师 社工等等的专业人员 再逐步扩展至所有人 否则未必有足够的资源去支援 亦都要有较现在更加清晰的指引 法定的举报 究竟举报给哪些人 举报到去 你是否会透透彻彻接我的个案 有些来到我们是经过了13站 即是被人举报 或者转介去老师 去校长 去其机构 一路走13次 幸运的弟弟没有死亡 但是不断长时间受伤害 今次案件三年前发生 直至案件审结 相关立法还没有时间表 就算立法会跨部门 跨党派都接受 但是权和责都是政府 我们的优势 往往没有给到我们的弟弟 这个也是令到我们整件事 他透露曾经因为这样 质疑委员会的作用 一度考虑不再续任委员 又认为机制上 委员会主席由公务繁重的 政务司司长兼任有影响 应该改为委任一个儿童专员 以及将委员会变为法定机构 专门处理儿童政策 新闻报道完 再为 原则版送公务 整好好这一段时间 独角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